聖約室大學與莫莉娜集團於8月29日上午時 在聖約室大學4樓會議室 簽署兩項合作協議 澳門聖約室大學校長默士文教授表示 大學自1996年成立以來 借根於1594年建立的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的悠久傳統 堅持為澳門在經濟、環境和社群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培育國際化人才 並成立了中蒲產業發展中心橫琴 致力於踏建從葡萄牙里斯本到粵港澳大灣區的通路 促進與葡萄牙及歐洲企業、大學、機構間的聯繫 麥莉娜莊園是澳門人在葡萄牙投資發展的代表性企業 是中蒲合作發展的成功範例 此次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將通過校企合作 發揮各自優勢 探索在健康食品、綠色經濟、文化教育等領域深度合作 助力中蒲產業科研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推動綠色農業發展和推動中蒲文化交流 並共同推進大灣區及國際人才培育和學術交流等 麥莉娜莊園是澳門著名企業家伍志偉先生 於2013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亞倫克爾市投資創辦 已經成為一個包括葡萄酒生產銷售、綠色食品、觀光旅遊 休閒文創等產業的多元化、綜合性企業 通過與聖約室大學的戰略合作 為深化中蒲經貿關係、人民和教育領域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貢獻 今天就準備了更多的旅行 公司簾形成為主體、日本、社交流的另一旅行 公司簾形成為主體、出現過各事 公司簾形成為主體、ソーマー parti、修改勾形成為主體、